各位好 我是 我叫可文雅 我是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的副教授 我服务在生命科学系继基因体研究所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绍 我近年来的研究 是关于探寻台湾汉人的遗传助源 以及演化上的试音 那我想要从一个所谓现在的 我们现在进入到一个 精准医学的时代 那精准医学它事实上一个很重要 如果精准医学要成功的话 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一个 属于我们台湾人 我们台湾汉人 或是我们整个台湾人的 非常完整的遗传上的一个病因的基因资料 那这张图是在告诉我们说 现在整个全世界 已经找到了超过25万7千多个遗传的变异 那这些变异可能跟各式各样不同的疾病都相关 可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说 大部分这些找到这些发现 80%以上的这些所谓的变异 都是来自于研究一些白人的族群 或是我们说European 就是欧洲人的 有欧洲人血统的族群 那其实我们很不太清楚说 那这些发现到底能够如何 能够应用在我们自己的健康的我们的所谓的 public health health care system里面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些知识 implement到我们自己的健康的医疗系统里面去 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我们必须要 那实际上 如果你来考虑 比如说如果你来看Type 2 Diabetic 就是糖尿病的话 其实如果你去看这张图 是告诉你全世界几个主要的族群 然后你会发现说 其实不同的族群 比如说像这个族群 像这个图里面告诉我们说 像非洲人 欧洲人 他们得到糖尿病的风险是非常非常高的 他们的颜色是红色的 那相对的东亚人 包括我们台湾人 我们的风险是相对低的 可是如果你患另外一种疾病的话 像这个是胆质性肝硬化的这个疾病 那你就会发现这个patter刚好就颠倒过来 反而是东亚人 包括我们台湾人 台湾汉人的 他的风险是相对高的 可是非洲人跟欧洲人 他们的风险反而就变低了 所以你会发现说 很多不同的疾病呢 他的风险随着你的族群的来源 或是你的主源呢 你的风险会非常非常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会有 为什么所谓的疾病风险呢 会不同族群会差这么多 那我们所谓的族群遗传学家 演化学家有一些想法 那第一个想法呢 就是我们说 Effect of Genetic Drift 就是一个随机的变异 在整个基因 或是遗传变异的整个演化过程中呢 他的很多时候 他的改变是随机性的 是就是一个没有任何理由 他就是 因为他就是随机的变动 那这个变动呢 往往是有很多的遗传的变异呢 那些会影响到疾病的遗传变异呢 或者是会影响到所谓的 持发性的遗传变异 会影响到持发性疾病的遗传变异呢 他们往往会受到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Genetic Drift的影响 而让不同的族群呢 他会有不同的易感性 即便易感性都会不一样 那第二个呢 一个演化的机制呢 就是所谓的 Side Effect of Local Adaptation 那就是说 当一个族群呢 他在适应当地的环境的时候呢 他往往会因为适应的关系 而造成 为了适应某一种 比如说传染病 然后往往他会有一个 Tray Off 就是说他可能会得到 其他方面的疾病 那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 所谓的那些跟孽疾相关的 在红 跟红血球的相关的 基因的上面的病变 包括所谓的镰刀性贫血病 地中海型贫血病 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蟬斗症 那这些 有这些疾病的这些人 他们因为带有某一些遗传的变异呢 使得他们会得到这个病 可是事实上 他们如果是在孽疾的预期的话 他们会得到孽疾的风险会降低 那这个我们叫做Site effect of local adaptation 那回过头来 我们来看一下台湾的族群 那台湾呢 事实上是一个很多族群的家 包括台湾汉人 那台湾汉人可以包括台湾的闽南人 台湾的客家人 甚至我们所说的 到二次世界大战来的移民 那更重要的是台湾是十六族 现在我们政府所正式确认的十六族的原住民的家 那也是早期也是很多平埔族的家 那到底平埔族他们的后代现在 其实已经有点难去知道 到底你是不是平埔族 还是到底平埔族呢 是不是跟汉人有血统上的交流 这些我们都不知道 那这些知识呢 也会影响到大家以后 如果要在精准医学上 如果是不是这个人的风险 如果你在做你对自己的疾病 健康风险做检测的时候 那这些知识都会变得很有用 所以我们现阶段的研究的方向 第一个我们就想要知道说 我们想要知道说 到底演化的力量在如何去决定 或是说如何去shape我们 这些遗传的疾病 遗传的变异 到底在我们族群上面 然后它跟疾病的风险 疾病的风险的关系 那这方面我们就会分为 主要的两个三个主軸 那第一个我们就想要去侦测说 那台湾人里面呢 有没有一些遗传的结构 然后 那这个遗传结构的知识呢 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就是说如果你要去寻找 跟疾病风险相关的遗传变异的时候 那有这些知识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的知识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些遗传的 遗传的变异呢 它可能在过去是演化上适应的结果 可是呢 它相反 它很有可能也会 在现在的 现阶段呢 会造成 这些攜带者的一些健康的风险 那第三个当然我们也 想要找到一些在演化上 就是一些不好的遗传的变异 那我们这次的研究呢 主要是以台湾人体资料库的前期的资料为主 我们包我们里面有14420个个体 然后他们每一个个体呢 都有很完整的健康疾病的资料 然后他有 他对他的整个 genome 做了全 genome genome genotyping的array 然后这里面呢 有972个人呢 他不但有 genome typing array 因为他有全 genome sequence的资料 那除了这些资料以外呢 我们也把这个资料呢 结合了其他三个 在网路上你可以找到的 所谓的SNIP的 SNIP array的database 包括Human Genome Diversity Panel Pen Asia SNIP Consortium Panel 跟South Eastern Asia的database 那这个图呢 你就会看到说 我把我们把结合了这三个资料库之后呢 这个每一个点都是一个族群 那我们可以研究的族群呢 事实上在 特别在亚洲这个地方呢 它的涵盖的程度相当相当完整 那这个呢 我可能不太追溯 这就是我们进行的一系列的 所谓的quality control 对于你所研究的data 你做一些 你要分析之前 你需要做一些评管 然后包括Per Individual的QC Per Marker的QC 然后针对不同的分析 你也要做一些前置的QC 好 那这个是一个 第一个结果 那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 是一个非常多台多支的一个颜色 然后每一 这其实是有很多个 每一个长长的一条线 就是代表一个人的genome 那颜色越不一样的话 表示他们的遗传的结构越不一样 那这是一个遗传结构呢 横跨99个亚洲的族群 那你可以看到 不同的地理区呢 它的颜色的pattern呢 非常非常不一样 这样子 那如果呢 我们把这个pattern再拉近到 看我们自己 汉藏羽族 或是我们台湾人 以及跟我们相邻的 几个族群 包括日本人 冲绳岛的人 还有韩国人 那甚至于一些北方的蒙古人 北方的族群的话 那可以看到说不同的语系呢 它的颜色的pattern 也会非常不一样 所以呢 非常 而且这些pattern跟你的语系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如果你再来看 那里面我有标示出来说 台湾的客家人 跟台湾的闽南人 他们的颜色的区块的pattern 非常非常接近 所以我们就把它统称 叫做台湾的汉人 那另外最右边呢 是阿美族跟泰亚族的 遗传的结构 你可以看到它跟台湾的汉人 非常的不一样 那这个呢 就是把每一个族群 我把它平均起来 然后你可以看到 那主要你可以看到说 那主要你可以看到说 台湾的汉人呢 就是这个TWHB跟TWHA 这个一个是闽南 一个是客家 他们总共可以看到 有四个主要的颜色区块 包括黄色 粉红色 蓝色 还有绿色 然后如果你看 阿美族的话 是AXAM 然后泰亚族的是AXAT 他们主要的区块是粉红色跟蓝色 所以第一个你就会发现说 台湾的汉人呢 跟台湾的原住民呢 其实或者说 我们更广来讲 南岛羽族的族群呢 他们的 他们的这个遗传的结构 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那再来我们有发现 有四个主要的遗传的这个component 那我们台湾的汉人呢 跟其他的汉藏羽族呢 相对的 这个颜色的pattern 会相对的接近 那其实跟我们最接近呢 是广东人跟新加坡人 新加坡的华人 好 那这样的结果呢 事实上在2016年呢 中文院的神志阳的团队呢 他也是我们这次研究的团队的 合作的团队 他们在2016年的时候 就已经有找到这四个颜色 你可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图呢 它有主要四个颜色 那这个图都是在讲 主要都是台湾BioBank的人 这样子 那问题就是说 那这四个 四个区块到底代表什么 到底有没有它的有没有意义 还是它只是一个统计的结果 那我们就把这个四个颜色呢 把它画到 project到整个地图上来看 的话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越靠近北方的族群呢 它越多黄色的 然后越靠近中国的东南方的族群呢 越多蓝色的 那日本呢有很多绿色的 然后在所谓的 所谓的Island South East Asia 就是海岛的这些 印尼啊 马来西亚 菲律宾这个地方的区域的 族群呢有很多粉红色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大略的来说 也许我们可以大略的说 黄色可能是代表北方的Ancestry 然后蓝色代表的是 South Eastern的Ancestry 然后Green呢 绿色可以代表的是 所谓的Island South East Asia的Ancestry 所以我们就会对这个颜色的区块 大概有一个地理上的概念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想要知道说 那这些不同颜色的区块是什么意义呢 它是不是在很早的时候呢 它就是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族群的主线 比如说黄色族群 北方的主线 是不是跟南方的主线 有遇在一起 然后结合起来 或者说南岛羽族的主线 是不是跟汉藏羽族的主线 是不是过去有碰撞在一起 有遇到 然后有基因交流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去做统计分析 结果发现说 发现说如果我们把 台湾的汉人TWHB 当成是一个受试者的族群的话 那把阿美代表的是 粉红色的主线族群的话 然后我们从剔图上 任意挑一个族群来做比较的话 你会发现 大部分的 如果大部分的结果都会发现说 的确 粉红色的Ancestry 跟所谓的 台湾的汉人的祖先 好像都有曾经在 以前有基因交流 那如果把台湾的汉人 用中国的汉人来代表 来取代的话 这个结果非常类似 所以这个意味着说 这两个族群的早期 的确是有基因交流 可是这个基因交流 是发生在台湾的汉人 迁徙到台湾之前 这个基因交流就发生了 而且是非常非常早 几千年以前 我们两个主要的族群 的主线就相遇了 可是这样的结果 也没有 也不是说要来说 推翻说 那现在在台湾的汉人 到底有没有跟 南岛里族的族群有基因交流 我们并没有做这样的分析 因为这样子不太容易 好 那 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做类似的分析 提到发现说 其实汉人 北方的 北方的族群的主线 跟南方的族群的主线 也是在过去某一段时间内 有一个基因交流 才让所谓的汉人本身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 经过不同的族群的基因交流 得到的一个族群 好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 这个的结果是来看说 所以这个是整个 台湾Bow Bank 一万多人的结果 你会看到说 大部分的 台湾的汉人 他的主要的颜色是蓝色 也就是所谓的South Eastern Ancestry 然后 属于所谓的 粉红色这个区块 他的所谓的 不同个体之间 他就会不太一样 比如说有些人 往左边 在左边 你可以看到这图 左边的这些人 他们几乎都没有什么 粉红色的Ancestry 可是右边 就有很多粉红色Ancestry 那这个是 非常有意思的结果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再来换一个主题 就来看一下 那台湾人 在过去的演化 适应上 有没有什么样子的 有没有可以找到 什么样的基因 这样子 然后这个图呢 是一个示意图 告诉你说 红色那个点呢 假设它是一个被 过去呢 被Nature Selection 就是适应上 是一个优势的 一个变异的话呢 它在 它会在族群里面 快速的上升 那这个上升的结果 会在族群里面 产生一个印记 我们叫 Genomic Signature 那这个Signature 第一个 它会产生一个非常长的 一个 一个非常长的 一个区块 大家都长一样 然后这个区块呢 它在族群的频度就很高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两个 我们会设计统计的方式 然后去把这个 所谓的Genomic Signature 把它抓出来 然后这样 这是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发现呢 这些点上面 我标红色呢 就是这些 在演化上 可能是一个 在过去呢 演化 演化 选择下来的这些 的点 然后这其中呢 又有五个 五个区块呢 我们非常确定说 应该就是这五个基因 这样子 然后所以呢 我们可以找到 这五个基因 是我们确定说 这个演化的适应 应该可能是 发生在这五个基因上面 然后 这是一个结果 就是说 我们找到了 这么多的 所谓遗传 适应上面的一个点 然后其中呢 有五个 五个基因 是我们比较确定的 然后 有 我特别highlight是 绿色就是这个 研究的新发现 然后 然后 指色呢 是说过去也有人报道过 这样子 的 的记录 好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再进一步的 把他们 把这些 Tileball Bank的人的健康 健康的资料 把它拿出来 然后我们 做线性回归分析 来找到说 那这些 遗传的变异 是不是会在 在他的一些 健康的 生化检测上面 有产生一些 不一样的结果 那 结果呢 的确 我们 找到说 每一个所谓的 演化上 被选择下来的 这些基呢 他们至少会 跟一个或两个 以上的 生化检验的值呢 有显著的相关性 也就是说 这些 被选择下来的基呢 它的确 就会让 会 会影响到 你的一些 健康的一些状况 那其中呢 我当然没有办法 一一的 去 去讲每一个基 那这其中有一个 很有意思 我个人认为很有意思的基因 就是这个叫做 CSNK1G3的这个基 那这个基呢 它实际上是会 去 是一个kinase 它会phosphate calcium calcium calcium是一个在 哺乳动物的牛奶里面呢 它占了80%的protein的成分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 哺乳动物的 母奶里面 母奶里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蛋白质成分 然后 过去的研究呢 有发现 他们在去研究 乳牛的育种的过程中 到底什么基因被选下来 就发现就是这个 同样的基因被选下来 所以这个基因 也许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在 我们的自己的族群里面 在你的改变母乳的 protein的成分 也许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演化 能够让我们的族群 能够存活得很好的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因 那它当然 它也好像会影响到 我们的骨头 骨质的密度啊 然后 leukocyte count 它的我们的 LDH cholesterol level 这样子 所以呢 简单的说呢 我们这个研究呢 我们发现了 台湾的 汉人呢 跟 台湾的原住民呢 其实我们的遗传结果很不一样 那 表示说呢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很可能 在面对同一个疾病的时候 我们 我们的遗传的背景不一样 那这个是一个很 很重要的问题啊 因为台湾的 我们现在台湾Bio Bank 在设计这些 这些 这些 所谓的snip chip 再去要去genotype 每一个人的遗传的变异的时候 我们都是以 针对汉人为主 那如果你用相同的这个snip chip 来 来去研究 来去检测 一个人 他是有 很多原住民的 遗传背景的时候 那你就会得到 非常 bias 非常偏颇的资料 所以这是我们未来 要考虑 要 特别是我们做这样的研究 或是我们政府的政策需要 好好的去思考的问题 因为这样会进一步的造成 所谓的健康不平等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呢 我们侦测到了 四个主要的遗传的起源 遗传的主源 在台湾的汉人上面 依据我们发现了 其实我们的 我们自己的祖先 有很多 在过去 所谓的过去是几千年前 不是几百年前 是几千年前的 基因交流 那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自己演化的历史的故事 那这些故事呢 也跟疾病 或是跟你的健康息息相关 那我们找到了 一些很重要的 一些在演化上 被选择下来的这些 基 那这些基呢 现在中央院的沈志阳老师呢 团队他们也进一步的在研究 这里面的每一个基因 他们到底会对健康有 什么样的影响 好 那这个研究呢 我真的要好好的 谢谢我自己的 团队的所有的学生 然后所有的工作成员 然后特别还有就是 麻洁医院的林玛丽医师的团队 然后中央院沈志阳老师的团队 还有中央院的赵淑妙老师的团队 以及国防中心 谢谢各位